祝人主曾教秀古兰金 他创造了人 并教人修辞 智悦是以定数而用心的 草木是顺他的意志的 他曾将天升起 他曾归底公平 以免你们用称不公 你们应当秉公的几手横度 你们不要使所生之物分量不足 他为众生而将大地放下 大地上有水果 有花笔的海藻 鱼有干的五谷和香草 你们究竟否认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他曾用陶瓷般的干土创造人 他用火焰创造精灵 你们究竟否认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他是两个东方的主 也是两个西方的主 你们究竟否认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他曾任两海相交而会合 两海之间有一个堤防 两海互不侵犯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他从两海中取出大珍珠和小珍珠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海中围杆高举 壮如山巒的传播只是他的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 唯有你的本体具有宗言与大德 将永恒存在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凡在天地间的都仰求他 他时时都有事物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精灵和人类啊 我将专心应付你们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精灵和人类的群众啊 如果你们能通过天地的境界你们就通过吧 你们必须凭借一种权柄才能通过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火焰和火烟将被降于你们 而你们不能自慰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当天破离的时候 天将变成玫瑰色 好像红皮一样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那日 任何人和精灵都不因罪过而受审问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犯罪者将因他们的行迹而被认识 他们的额发将被记在脚掌上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这是犯罪者所否认的火焰 他们将往来于火焰和废水之间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凡怕站在主的育前受审问者 都得享受两座乐园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那两座乐园是各有果树的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那两座乐园里 有两栋流行的圆群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那两座乐园中 每一种水果都有两样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他们靠在用棉段做礼子的座乳上 有两座乐园的水果 都是守所能及的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那些乐园中 有不是非礼的妻子 在他们的妻子之前 任何人和任何精灵 都未从与他们交接过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他们好像红宝石的小珍珠一样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寻善者直受善报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赐予那两座乐园的还有两座乐园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那两座乐园都是苍翠的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那两座乐园里有两栋全员流出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那两座乐园里有水果有海藻有石流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那些乐园里有许多贤熟加厉的女子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他们是白皙的 是遮掘于帐墓中的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在他们的妻子之前 任何人或精灵都未曾与他们交接过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他们靠在翠绿的座如和美丽的花坛上 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多服在你具宗言和大德的主的名号